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尊理學堂的應史攻略 第二集 我是你的英文科導師Louise Hager 今天第二集 將會和大家探討DSE的Paper 2寫作部分 究竟在選題、分配時間和寫作方面有什麼技巧 如果你是今年準備考DSE的堂學 就一定要看下去 首先講講時間分配方面 因為同學都會問 Louisa,我應該Paper A和Paper B分別用多少時間去寫 有個建議給大家 整份卷是考2個小時 大家可以用40分鐘去答短答的部分 就是Paper A short writing 而75分鐘的時間 就投資去Paper B長文的部分 而剩下的5分鐘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寫文前 值得用的5分鐘去審題和草耳寫文方向的部分 接著這部分 我會講講選題的攻略 因為一開份試卷看著8條選收單元題目 我都明白是十五十六不知選哪一題好 而大家要記住 每年考評局出的試題、文體和題材都不同 所以同學必須要開份卷時 每一條選收單元的題目都看清楚 然後看看你認識的詞彙 對題目的熟悉程度 以及你有多少舉例等等 究竟有哪條題目對你來說最有利的 我們就選一條去解答 順帶一提 Permissons、Short Stories和Drama 這三個選收單元 都是很講求創意的 所以平核的時候 難免會有少許 bias 所以我建議平時對於創意寫作 是沒什麼信心的同學 就盡量避免回答這三個選收單元 關於下一個很多學生會問我 就是怎樣可以避免離題的問題 我都有以下幾個建議 首先在真正寫之前 很值得投資五分鐘的時間去審一審題 認識一下你的角色 以及題目內給你的語境、設定等等 才開寫的 所以你那張草稿子 是給大家列出一個大綱 每一段內你想舉什麼例證 用什麼修詞 或者有什麼適合的詞彙 通通都先寫這張Draft Paper 然後試落筆 不免失事 亦都寫的時候 符合題目的要求 祝各位同學生 如果你將會入卷義市場 考試順利 如果想學多些關於英文的題材 大家可以上Video English的網站 學多些英文 我們下一集的影視高略再見 拜拜